有个好玩的预言 小狗觉得大家不喜欢自己 就去找大狗诉苦 大狗说 你抱怨大家不理你 因为小猫在抓蝴蝶 小猪在唱歌 小鸡在抓虫子 可是你有没有陪小猫抓蝴蝶 陪小猪唱歌 陪小鸡抓虫子呢 小狗说 难道陪他们玩 我就不孤独了吗 大狗说 不会 你陪他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时间长了 你会更加孤独 小狗又问 那到底怎样才能不孤独呢 大狗说 孤独是必然的 反正我是没有那种 能够完全避开孤独的方法 但我想提醒你的是 不要把别人的冷漠 当成自己孤独的原因 家人生国 Arthur 和百 Sneiert 房亚 从柠檬